大清早在公園衝刺狂奔 但仔细看黑衣男不是出来运动的 后面是警察 一个脚步没站稳当场摔倒 手上紧握毒品黑烟 在这一刻不得不松手乖乖就范 哪都别想跑 只是才讲一半 黑衣男疑似突然惊觉 在大街上被波罗斯家人包围 好像有点丢脸 我不会跑 相信我 相信你不会跑 但前一刻 你可是自以为跑得比谁都快 甚至还在回到警察局时呛吓 要不是当下穿硬底鞋 谁也跑不赢他 街头气毒案就发生在 新北市三重228公园 9号上午警方在附近巡逻 看到一辆白色轿车 围停公车停靠站旁边的红线 正前往劝岛 看到黑衣男从副驾驶座走下来 紧握KM的他 好像赶快哈一口又怕被抓 只好先跑再说 偏偏这回对上的对手是霹雳警察 是远警当中体能最好的一群人 猜跑20公尺 27岁堂系男子就摔倒 嫌犯事后公称 身上两只KM是当天上午朋友送的 已经抽了一只 又想抽 恰巧遇到警察 差池难逃 KM被查扣带回 总毛重0.79公克 嫌犯事后被依照毒品罪送办 警方也将持续溯源 一早围停 想拉K的秘密当场露线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